歡迎收看WQ姐妹會 今天我們來探討的是婚姻 婚前協議到底有沒有效果 結婚剛開始是滅起 結婚二十年 三十年 到底有什麼樣大不同呢 我們今天請到專家 首先介紹廖輝瑩女士 大家好 接下來男的來上我們節目的 黃國倫老師 哈囉 接下來是郭乃欣 哈囉 黃太太 恭喜兩位了 謝謝瓜哥 國倫老師怎麼瘦那麼多 就是我們的 有這麼嚴重嗎 沒有 怎麼那麼嚴重 不過瓜哥 你知道我覺得最大的福利 還是男性 因為我之前 就是剛結婚的時候 我每天都會打呼 因為那時候真的是比較胖 可是我也想盡了辦法 都沒有辦法 有時候我還自己跑到科技去睡 撿下來就是會 撿下來真的不打呼 不打呼了 這點我們真的要好好學 我最近打呼 真的還假的嗎 你嚇死 我在想 以前打呼沒有覺得 現在最近這兩個人 自己打呼會聽到 真的還假的 真的啊 瓜哥 我跟你講個故事 我在以前的時候 曾經參加一個營會 我旁邊睡了一個大胖子 他大概120公斤 然後他一睡的時候就再打呼 根本沒有辦法睡覺 全營20個人 就看他一個人 沒有 就坐著這樣看他 看你要打到什麼時候 他突然坐起來 他說 真的 會被自己嚇到 我說你就是火車 他說不是我 我真的有聽到火車經過 那是被自己嚇到 真的會這樣 真的太誇張了 所以今天我們來談談這個 婚前協議之前 婚前協議 我們今天新著名做到這邊 那我們先看 結婚前的照片 跟結婚後照片 當然我們看有什麼樣不同 首先先看兩個月的 我們可樂 可樂 GEMERLY的可樂 婚前 婚後 很甜蜜啊 兩個月就有變化囉 很甜蜜啊 你平常生活就這樣 有啊 可以 我想外國人不會說謊 這兩個月等於結婚20年了 那20年就幹什麼 20年很難享受 來 第二章呢 美嬰啊 結婚四年了 來看一下 婚前 好甜蜜喔 婚後沒什麼變 沒有 沒有 這是因為同學要幫我們拍照片 所以妳說妳的甜蜜是做出來的 對 他不然 他突然間夾夾夾給我 我突然間很不屑啊 你看有沒有我的表情 有 有 他腳... 怎麼突然間有一個看起來 對啊 很假 很假 但平常不會 他們都老實 是真的就真的 他說我這張是做出來的 也可以 但是我喜歡這個節目的原因 你們大家都好真啊 對啊 非常真實 恩愛嘛 還恩愛嗎 妳亂說什麼問題 這就是問題啊 對 接下來看看結婚五年了 五年那是小慧了 喔 小慧 怎麼婚前看不到妳啊 沒有 我真的在剛才要先謝謝你們講到 就是好像在講我的心聲 因為我老公之前比較瘦 那婚後變得很胖 OK 我真的沒辦法睡覺 會打呼 很會打呼 我說拜託每一天我要先睡 我說拜託妳先讓我睡妳才睡 然後他說他十二點才睡 一般都是這樣講 對 這是妳知道嗎 我不到我沒有睡 因為我睡比較大概半個小時 或一個小時後才會睡著 他我沒睡 他就那邊 對 我每一天早上我的心情就被他 每一天都搞瘦 我跟妳講 所以妳長期失眠這樣失眠嗎 從我嫁過來到現在 現在更嚴重 他如果沒有減肥 只是會越來越嚴重 這是肯定 那問題是說妳 不會說已經打呼習慣這樣 有時候他會嚇醒我 就是 就是好像他要怪 會突然大聲對不對 對 好像要死的那種感覺 對 對 那種常常會嚇醒我 就是我覺得有問題 這種我從當兵就聽 我對面都住著 我對面睡著 我們都沒隔間嘛 對面睡的就是那個趙順 趙順 多能睡 他前一晚 每天都沒有蓋棉被 冬天也不蓋棉被 他自己有自備棉被 真的 每天都跟我們聊 都睡了 很能睡 呼聲打到 我們有時候還要起來 他怎麼自習的 因為他聲音會這樣 然後出來對不對 所以在旁邊就很難 真的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做太太的很擔心 很緊張 又很氣 又很擔心 還有第二個問題 還有第二個 還有什麼問題 做愛比較不方便 還有第二個問題 沒有 我因為是太胖了 每一次 他壓下來的時候 我 他的肚子就先頂到 我就先開船去闖不出來 這麼私密的也彈 好 這個我有話講過 我也是認識一個人 他就四十二公斤 可是他老公九十幾 他說他老公一 他會到他身上 他就開始叫他老公說 我什麼都沒做你腳 很重啊 他先生還認為他威猛 對啊 我都還沒做你的叫聲 太重了 來 結婚八年的 我們來看一看 結婚八年的是 小平結婚八年了 你看你多會保養 謝謝 漂亮 最主要也要嫁的環境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結婚八年的前 婚前 婚後 沒什麼改變 還是很甜蜜 還OK啊 還不錯 不是 老公也變胖 因為婚前老公才六十幾公斤 很瘦 就好像未成年感覺似的 婚後之後呢 就變成74公斤 就胖了十幾公斤 可是也是問題打呼 結果我現在我比你們都聰明 直接到隔壁睡 我實在沒辦法 我不行 我是怎麼樣打呼 我一定要睡他旁邊 我去隔壁睡我更睡不著 為什麼 很擔心 就覺得是沒有安全感的感覺 那妳可以分開這樣睡 對 我就讓他跟女兒睡 我女兒 他們兩個睡 他常常打呼的時候 女兒想說 爸爸 妳不要打呼很大聲耶 他女兒會吵醒啊 那妳女兒為什麼可以 忍受打呼 他因為 小孩子喜歡火車啦 OK啦 是 是 天真可愛 很可愛 所以基本上看這照片 是沒什麼變的 是還好 可是也是肚子變大 肚子變大 都會啦 結婚之後稍微還是 都會 對 而且我在講 你們兩個只是維持協議 是說拍完照之後就 要解放嗎 對 本來是這樣 一語中地 但是瓜哥你知道嗎 減肥會減上癮 會 我覺得當你瘦 然後你身體變好 又不打呼 你會珍惜這個感覺 就我現在每天量體重量五次 他覺得他已經有點走火入魔了 我差一點把體重計帶在身上 那這樣會保持下去 對 會保持下去 不然有的人只說 為了什麼金馬獎金鐘獎瘦完 瘦完 瘦一開始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下面一排的 結婚九年 孔鏘 各位看孔鏘是這個 孔鏘 她是孔鏘 對 她叫孔鏘 你看 哇 婚前拍那麼遠 是台灣老婆很好 接下來不得了囉 接下來是二十年了 對 二十年 二十年了 可是我 我結婚二十年了 對啊 因為我找不到 婚前的照片又拍幾張 可是婚了 所以姐夫跟我說 我二十年的 就是婚前的照片 是二十年之後的照片 真的不知道把它去哪裡 怎麼會丟到是你們吵架 有一次吵架 沒有 就是拍了覺得 這一張好 丟掉了 這一張丟掉了 我覺得有的夫妻真的 一旦吵架就會撕那個結婚照 幹嘛 然後撕完又後悔了 我覺得是老婆故意想要重拍 對 而且還丟那個婚戒 因為要重新來 要相賺不夠大 對 戒台丟掉了 觀眾可以看一下 他剛剛講沒有照片 所以用身分證 身分證 可是他先生帥啊 那個年代來講帥 真的算帥 真的算帥 歐雅 你看結婚之後二十年 你看小孩也大啦 全家福啦 滿幸福的 對 是 一轉眼就二十年有沒有覺得快 有 很快對不對 幸福就過得快 如果不幸福就過得慢 接下來介紹這隊過得很慢的 何瑞妍來台灣多少年了 我來 三十五 三十五 結婚二十一年了 來台灣三十五年 你看 那時候 對 你看 那個時代 婚後現在 你有沒有發覺他們兩個二十年如一日 二十年前的位置跟二十年後是一模一樣 兩個站的位置一模一樣 大家注意喔 何瑞妍的表情有變喔 你看他二十年之後的表情都變得有沒有一點 呆滯空泛感 呆滯空泛感 他本來的嘴角是這樣子往上 現在的嘴角要微微往下一點點 好 接下來呢 今天我們介紹這 結婚最久的二十三年 你爛 各位 請看 對啊 不錯啊 沒有什麼 什麼 老公不很醜 老公沒有變醜 老公變很醜 沒有啊 你這樣比較帥 男人不會變醜 男人只會變得比較成熟 對啊 不會醜啦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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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誰立婚姻規約的有沒有 你們八位有嗎 有沒有寫這個 我們是口頭上去 口頭上去 寫到法律 這個好像我們也是從美國明星 對 對 好萊塢的明星 因為他們錢太多了 他們那個離婚的善養費 跟那種什麼太高了 對 兩位會立嗎 婚前 我今天就是來 學習 你少了 前面 但是我曾經跟他講說 如果我們一旦結婚 你絕對不能 離婚這兩個字 千萬不要常掛嘴邊 不行 他的要求是這樣 我的要求就是說 不要瞞我 即使你遇到什麼事情 就算你今天看到一個女生 你開始有點心動 這一刻你先跟我講 總筆出了事 再讓我知道好不好 等一下 怎麼可能 可以嗎 可以說嗎 可以說 可以出事嗎 先載漏作嗎 對 說的那一刻 我就要想辦法滅火 我們今天來聽聽八位 每個人只可以提出一條 這總共有八條 我們貼上去就好 來 可樂 來 您要立的話要立什麼 不要 不要 嫌老公 很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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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為什麼 你不洗澡嗎 可樂 對…這是問題 我們歐洲人我們習慣早上 有味道嗎 我們晚上不洗澡 我在英國才發現 英國人不太洗澡 對… 他們的玉子還不地毯的 那你不洗澡自己受得了 對…我自己受得了 我是跟哥哥一樣 哥哥他… 尿他的一個地方 代表這個地方是我的 然後那個… 那個棉被那個床 有我的味道 我就得到這是我的床 可是我老婆她受不了 她說她睡不著 她也有噩夢 然後… 她現在叫我晚上洗澡 我現在每天兩天 兩次… 兩次洗澡 早上洗一次 對…可是有時候我只打開 對… 她聽到這個聲音 她真的以為我洗澡 她覺得 心理作用到這種程度 對啊 所以希望說不要嫌你臭 對… 可是另外一個 這是更嚴重的事情 這是… 還有什麼嚴重的事情 這是結婚後 我就失去一個解放的自由 因為在歐洲最… 女性主義最… 女性主義最大的要求是什麼 是什麼 就是男生坐著鳥鳥 對啊 然後… 然後我媽媽 我們… 我有三個兄弟 還有我爸爸 我媽媽有一天跟我們說 你們坐著鳥鳥 我就這樣 蛤…真的坐著鳥鳥 這是結婚的自由 失去了 對不對… 然後… 我就用另外一個方式 我就在洗澡盆 不是洗澡盆 對 刷牙的時候 不是 早上刷牙就… 你為什麼不去 那個尿尿的地方尿 對… 這是身高的關係 身高 身高的關係 來 你請站起來 你站起來 一九二 一九二 太高了 所以她要洗點盆乾 我跟你講 我懂她的意思 對 我們家尿盆如果做到這種 她就沒辦法尿 她尿不到 但洗臉盆剛好 洗臉盆是這樣 剛剛好到這裡了 我跟所有的男生說 你們為了你們的全力 站起來 很… 因為那個尿完 你老婆馬上去洗臉 洗臉盆 每天早上她就跟我說 好…我們的浴室有一點臭臭 然後她懷疑這是隧道的 跟隧道有關係 那天早上她就進來 我再刷牙 她就發現 就是因為你 然後因為你在那個… 洗臉在扭扭 洗手盆扭扭 然後她就說 從現在開始 這樣子不可以 我說好 不可以 好…沒關係 我現在在洗 我現在在觸發那個洗碗台 太過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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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次 我們在聖誕節會去德國 我哥哥 我弟弟 他們帶他們的老婆來我們家 然後每天早上沒有浴室 他們都沾用我們的浴室 我就去哪裡 我去廚房 廚房要洗碗的 對 太過分了 還要洗菜的 還要沖湯耶 洗水果耶 這裡的男生要承認 你們有沒有一次 尿在洗手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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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尿在我沖澡的地方 會有 對啦 偶爾會這樣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會這樣喔 不是 沒有 沒有 我的意思是 什麼… 你說你偶爾又在哪裡 我永遠都是尿在 塑膠 不是 你剛剛有說你偶爾會在哪裡 那是當兵的時候 哪個男人沒有隨地尿過 當兵的時候 沒有浴缸吧 我覺得那個 人家為什麼要有馬桶呢 馬桶是用而洗碗的嗎 對 不是 我怕他習慣久了 這個習慣是很難改變的 不OK 對不對 接下來美英 我看你呢 你的條件是什麼 老公每天要主動打電話給老婆 然後聊天時間要 不能短於十分鐘 因為我們婚前 我們當男女朋友的時候 我在韓國嘛 然後她每一次打電話給我 打國際電話 然後每一次 她三不五十就打電話給我 然後那個她當學生 每個月的電話費是幾萬塊 因為她那個時候跟我說 什麼只要聽到你的聲音 我就很高興 她那個是跟我這樣講的 她現在已經騙到手了 對 不用這樣 然後 遠兄還在現場 而且她是已經結婚四年了 然後我們是現在辦那個網路 互打不用錢的 對 完全是我們 好累喔 什麼... 完全不會打電話給我耶 對 我們上班 我早上上班到下午那個下班 她完全不會打電話給我 所以 男生怎麼變這樣 可以... 還有我們結婚... 那婚前 我來台灣 她都每一次帶我出去玩 都是主動的 我不會跟她說我想去哪裡 她都自己安排好了 那現在結婚後呢 我每一次要逼她 我要去哪裡 她才帶我去 對 妳還不錯 有的人B都沒用 對 對 再過八年... 再過四年變八年 看看B有沒有用 對 如果老公在現場 妳要點頭或搖頭 做得到嗎 她有問題帥 妳的表情是... 妳給我記住哦 不是點頭 她那個不是做得到 她那個不是做得到 她牙齒有搖起來 妳自己買的東西 對,她牙齒有搖起來 牙齒有搖 有搖 聊天時間不能短一十分鐘了 這是妳提出來條件了 來,第三條,來,小慧 對 我是不准老公吃太多飯 還有是每一年過年的時候 要帶我回娘家過年 妳還叫 還叫我們不要吃太多 瓜哥好氣哦 因為結婚前是 我老公吃飯是菜配飯 一般人都這樣子嘛 可是結婚後不是是飯配菜 對 以前是一碗飯吃一點點菜就OK了 現在是一碗飯吃兩碗菜 就是就會一直都會胖 像不用講嘛 因為我老公之前我有講過 因為她之前才七十幾公斤 但是 現在 現在快要破 破百了 快要 快會破 真的,那有點太胖了 她真的有點太胖了 因為我現在在每一天要睡之前 我就要拜託她一件事 妳什麼時候要減肥 妳什麼時候要減肥 我 拜託她很多次要求 因為我把我的食譜給妳老婆 我剛才就說要跟妳要不要 我老公看到我的食譜 可能會跟妳離婚 不要講 因為她看到她看電視某某台 看到人家在賣那個減肥的運動戲 馬上打電話叫我明天送過來了 妳放心,我家也十幾樣了 怎麼拉腰的 養過幾次 對 對 連那個開封都沒有打開 對,用了第一天 用了30秒 我好累 然後就 有什麼吃的 從那天到現在還猩猩的 還丟在那一種 沒有 對啦,那個猜都是做第一次 過得就放起來 對,我就覺得我很要求她 這部分就是剛才講到 因為每一次 要炒飯的時候 我真的快要被她 壓死 壓死 那改個方式 現在都改啦 就是她在家裡 對 結果每一次我都要求說 如果妳想要找我的時候 妳要先減肥 其實我是在意她常常跟我說 妳不是說妳怎麼胖妳也愛我 我說我就是愛妳 才希望妳健康 因為妳年紀越來越大 我希望妳是健康 因為她很胖就病比較多 所有另外一半都非常擔心 另外一半的健康 這是肯定的 對,還有一件事我要求她說 每一年過年從我家 那個時候我要結婚之前 我就跟她講了 因為我跟我媽講的時候說 每一年過年 妳要帶我回去娘家過年 她說OK,沒問題,可以 第一年來 做不到 她出國 放我丟在台灣一個過年 第二年 她說 老人家老了 到現在還是這樣子 今年我已經跟她協議好說 今年過年我要回去 農曆年要回去 她說 剛好我公公生病 她說 她就講到老人家 我就沒辦法寄解她 因為她一拿所有老人家來講 我就說 好,沒關係 我真的答應她說好,沒關係 她就拿老人家來押我 就是沒辦法還是要接受 那妳用什麼時間回去娘家呢 我打算是 今年破水節 但是她說 她還是一樣說 因為我公公身體不是很好 她不想放老人家 一個在這邊 那妳回去的條件是她要陪妳嗎 對 可是我很生氣 我已經跟她講了 好,破水節 妳不用回去 我自己回去 妳幫我機票買好 我的錢準備給我就好了 對,如果妳自己回去 是應該隨時可以 因為拖到她的話恐怕這個,你看 所以她說 第一個,不要老公吃太多飯 第二,要讓老婆每年回娘家過年 那妳要回去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但是因為她要陪妳去 恐怕理由就一大堆了,對不對 對,可是我們家人 我媽媽也希望我說 每一次我回去 我媽媽也很喜歡愛面子的人 希望說妳回去可以回去 妳的娘家在泰國嗎 對… 比較遠啊 對 不是在台中,也不是在泰山 如果在泰山就回 對 來,接下來我們看小翔 每天要讚美老婆十句 然後氣熱的時候一定要專心 結婚幫妳哪有辦法專心啊 沒辦法 因為我老公他是追我的時候 婚前的時候 對我非常的… 對,因為他那個時候 就是他可以就是等我三個小時 因為他去帶我家 他去接我那個吃飯的時候 請我吃頓飯 我都是從起床洗澡 在化妝什麼的 他可以在車裡等我三個小時 都無怨無悔喔 對 然後我化妝 那我下來的時候時間有點久 我會不好意思說 不好意思 我說底片不好要修一下 我老公都會說 都會很這樣說 不化妝也很美 清純可人 然後說化了妝之後是錦上添花 美若天仙 他都會這樣講 聽了就很飄飄然的感覺 可是結了婚之後就完蛋了 那時候等三個小時 那現在等三十分鐘之後 他就很不耐煩 像一頭獅子一樣在旁邊 走來走去就是 然後說還虧我說 不要再化了 你再擦了再厚也擋不住 你滿臉的五線譜 一臉的 舊社會 我現在都是五線譜跟舊社會 妳老公是教國文的嗎 她怎麼會這麼不講話呢 妳老公在大陸待了五年 在東北人都很會講 我也會反擊她 我說我這臉 這是就像樹一樣 是歲月的年輪 它是正常的生長過程 我老公還說 妳以為妳是棵古樹啊 年輪越多越值錢 就很毒 對 然後最氣人的意思 我想找妳老公寫詞 然後最讓我生氣就是她 就是結完婚之後嘛 那結婚之前都是 那個 就是偶爾的時候 拭目相接的時候 都會 都會這樣一下 對 那結完婚之後 她就完全沒有我的存在 當空氣 她就是自從有女兒 她就全部的西式都放在女兒 以前有講過說 她會在女兒房間裝個監視器 然後她那個螢幕是隨身攜帶 怕女兒踢背嘛 結果我們在做功課的時候 她竟然把那個螢幕 給我放到枕頭旁邊 然後就是一邊其實做功課的時候 一邊 眼睛一直盯著那個螢幕看 然後看女兒有沒有踢背 然後就非常的不專心 我就恨得咬牙齊 她是怕女兒闖進來 不是 她是怕踢背 但是差很大 對不起 因為我是新同學 請問一下 不專心也能繼續做嗎 可以 妳知道 她不專心 然後問我 她就在看電視 她都說一邊那個親熱 一邊看電視 真的假的 說實在 妳結婚都八年 要怎麼專心 妳不能不專心 不能 沒有 這個可以跟老公講的 讚美十句話 親熱時要專心 溫心契約 待會兒看誰能遵守的 孔鏘 你提出來條件什麼 來看一下 老婆不准教老公做家事 老婆說話要溫柔一點 多溫柔一點 你是想讓你老婆說話跟你一樣溫柔吧 這太大了 這個滿大人的 對 那這方面來講 你老婆常常會叫你做家事嗎 有啊 有啊 以前她來我家的時候 她會不動做家事情 這洗衣服 洗棉被 然後我想 她是 對叛了台灣的女人 所以我想要給她結婚 然後結婚以後 她陪到我 太好吃了 就變 她是認為妳是最好的南非人 對啊 又帥 又OK 又做家事 又做家事 算在哪裡 對 說要是等很久 沒禮貌 沒禮貌 我看到 在這裡 對 在這裡 OK 以前她有給我講話 她很溫柔啊 她會這樣 幫我拿這個 幫忙改變事啊 現在 她說 她說 好可憐 好像她演的 好像那個八點檔金氏媳婦有沒有 她變媳婦了 好好笑 好笑 所以說老婆 不准叫老公做家事 老婆講話要溫柔一點 對 要恢復到以前這樣對不對 對 好 這是你們約定了 看八弟呢 我是覺得 我是 盡力之後 我覺得老公不要隨便帶客人來回家吃飯 然後對 對 也是對老婆要講 有禮貌話講 對 妳的意思說她常常叫帶客人回來吃飯嗎 她以前在資歷 我們是在資歷認識 我老公就會說 老婆有人想要認識妳 我們去那個餐廳吃飯好不好 我就說好啊 好啊 當然好 就會就是跟我講 說有人要認識我 可是後來就會帶客人來我們家 都不講 家裡就沒有什麼好吃的菜 就給我壓力很大 然後那個人來就看 我要去買菜 然後那個人就跟我說 大嫂 大嫂妳不用忙 妳不用忙 我說實在是妳是大嫂啊 為什麼要叫我大嫂 妳叫 她叫我大嫂 就給我壓力更大 我是不是要好好的煮飯給她吃 所以她都沒事先打電話給妳 對 她常常都會 後來我就跟她講說 老婆對不起 我忘記了 她說隨便煮麵就好了 可是我覺得 那是不是她明天就會去說 妳知道嗎 昨天去誰誰的家 然後她老婆就很奇怪的菜給我吃 我都會這樣想 妳很愛面子 怎樣啊 她愛面子 她怕招待不周啊 對 那她對老婆講話有不禮貌嗎 她就是 對比較以前很有禮貌 以前我說親愛的 我的襪子在哪裡 寶貝 我們哪一天要去看電影 她現在說 巴迪啊 襪子啊 襪子找不到了 就變這樣子 跟她的心情很像 對 二十一年的何瑞圓 我們看看妳要求的是什麼呢 我覺得說每週 這個老婆應該陪老公去吃 情人湯 去泡 去泡 泡情人湯 一邊泡然後接上來吃東西 喔 這個不容易做到嗎 不容易 這條 妳提出這條 應該大家都會同意 其實我覺得很感動耶 結婚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還會想跟老婆 常常泡鴛鴦韻 你不覺得很浪漫嗎 那想必她的婚姻 都一直處在孤獨 對 妳都不曉得 她的太太遇到旅遊 就自己去旅遊 她自己去旅遊 所以這個故事 是不是告訴我們 結婚之後 女生呢 必須要讓男生 常常感到孤獨 他們才會繼續追求我們 但是也有很多 譬如說 我就會覺得 我的如果現在 講婚前協議的話 我會有一條就是說 妳要確定我上車以後 再開車 所以我原來泡湯 這個 這個你知道每次都很危險 因為如果我 我如果坐他航邊 這是什麼協議 我如果坐附駕駛座 他比較會看到我對不對 都是我 我有時候只是一腳上來 我另外一腳還在那邊 他就開了 我就等一下我腳還沒伸進來 可是萬一跟我女兒的時候 我就讓女兒坐前座 我坐後座 那麼我一直想上去 他就車一開 我是一直腳上 我是拉著這樣子 然後 到去去快座座 我還沒上去 那路人又覺得 我廖女士在拍電影 而且非常危險耶 你知道像我這種 現在運動神經營不太好 你要一隻手抓著 一隻手要打那個車子 你怎麼會知道 這個不是謀財害命 好 各位 所以這一條我們通過要列進去 對 有點很重要 這很重要 要確定老婆上車才能開車 才能開車 來 二十三年了 妳來 我要蓋一個字 什麼字 要蓋一個字 老公不准偷摸老婆 我還要不要去 教我看什麼愛情工作片 妳老公很有興趣耶 真的耶 體力好耶 他這一條其實在對某... 大部分的老婆來講 都是好事啊 對啊 你結婚這麼多年老公還摸 對 這表示你老公 很不耐煩耶 我都很不耐煩 他不要摸我 你不耐煩 我很不耐煩 我覺得別什麼 隨隨地摸我好像 我不是什麼玩具一樣 主婚也摸媩婦 哪裡看到就摸一下摸一下 沒有 她到底摸哪裡啊 她摸什麼啊 所以對別的老婆會覺得 好羨慕妳喔 對啊 哪裡 還看 比妳看A片 所以沒有想到 結婚二十年以上的 還這麼幸福耶 沒有 她現在更嚴重 像我小孩子 禮拜跟禮拜六補習嘛 像早上補習我還要睡覺 就一大叫 她都洗澡好了 她說全部人都去補習 我們趕快看 不是什麼 我說我還要睡覺耶 那沒關係 夫妻兩個兩老 可是那時候要時間上 晚上八天看電視劇 她就八天我看電視劇 她就說要看電視劇 好氣喔 所以說洗澡是到現在 還是每天一起洗澡 一起洗 一起洗習慣 那都已經這樣一起洗澡 還要摸什麼 就是不知道 我就覺得她就應該滿意 看過就會摸一下 那我跟你講太愛妳了 那真的太愛妳了 對啊 也是愛 我就覺得她手有問題 可是我覺得妳老公 可能有一支特別的手 叫做 沒有 沒有 為什麼她 她的手跟別人不一樣 她沒有辦法不摸 她就是這個手就一定要摸 有的人可能是 沒有 為什麼她都快長大 不要再打擾我 好 各位看到 這個是八位我們新住民所立的 他們個人想要立的 所以加加起來就剛好八條 第一條不要嫌老公很臭 第二條 老公每天要主動打電話給老婆 聊天時候不能短於十分鐘 這滿合理的 第三 老公不准吃太多 要讓老婆每年回娘家過年 也滿合理的 對啊 老公每天要讚美老婆十句話 親熱時要專心也合理 老婆不准叫老公做家事 不合理 這個不准 這個不太合理 不合理 你看 怎麼看都是龔鏡不合理 說話溫柔OK 前面這條 做家事是大家一起來的 對 來 老公不要隨便帶客人回家 剛剛講了回來要先通知 不然招待不住 她面子也掛不住 對老婆說這個OK 老婆每周要和老公 這個太溫暖了 對啊 多好 這個是老婆變態 太嚴厲了 我們身為八位新住民來講 就是你拿到這一份八樣的 婚姻協議書裡面 可以牽的 可以做到的 可以做到的 請舉牽 不行 我就是有一兩條做不到 請舉插 請舉牌 那就做不到 都做不到 都做不到 全部耶 本來像說一般 一般就可以這樣 沒有 最主要是因為男女的 腳步不一樣 對 切進去不一樣 所以她沒辦法做到 可是我一般可以做到 裡面像講話就很溫柔 我就跟老公講話 一直都很會撒嬌 好 沒關係 我這樣問是絕對 大家都是沒有辦法的 對 我們稍微抽樣來問的 能做到幾樣 何瑞恩 就這些東西你呢 你哪一樣是做不到的 每天打給他十分鐘 這個我 除非有敲過架 我才會打電話 你那呢 哪些做不到 像她說那個 鳥鳥那個地方 對 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 我覺得太誇張了 怎麼可以 等一下 奶昕 如果我這樣做 你會跟我離婚嗎 會 我不信 你直接試試看 你要尿在那個洗臉盆 洗臉盆 很嚴重耶 你試試看 而且我還要去廚房 我也想 那我 我不信 我相信我們愛情可以經過 去討論 我跟你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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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堵一件事 下一次呢 我就不是上節目說 我吵架的時候用水潑你 我如果用你自己的尿潑你 我看你受不了 難得的好女人啊 在德國的時候 我跟我朋友的討論這件事 他們說我也是這樣子 這不是德國 我沒有想到 德國 我跟台灣人 他們太愛 他們不能 可是你知道賣 這是水潑的時候 全台灣賣的 全台灣賣的都是 德國最優秀的這個 我們沒有想到 如果 奶昕 如果要你離的話 你會離哪一條 如果要你的話 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就是 我在講很重要的事情的時候 老公要看著我 因為他非常容易沒有在看我 男生都 傑森 Power 他就是 對 他可能在看反恐二次 或在看他的iPhone 或在看他的電腦 看他的那個什麼佩娜海的表 什麼煩的 Anyway 他就是很少會看著我講話 我覺得 只要他很專心的聽我講話 他可以不同意 可以給我溝通 但他如果沒看著我 我就會覺得很受傷 這個可以接受了 你 那國倫呢 如果是你的話 你希望哪一條 你說婚前協議是不是 我會希望他 就是吵架的時候 吵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真的好可憐 因為我也 難怪這麼瘦 你看 你把他當恐怖分子 還有 因為乃欣他覺得說 要今日是 他覺得說 不要有隔夜的那種冷戰 明天不要 因為他說很多東西是累積 然後你不處理 有一天就算腫脹 是 他說今天所有的事情 就今天解決 但是說實在我的個性 我是比較容易能 今天新住民來 另外一半有來 都有福氣了 對 我們也上台讓他講講話 今天新住民 今天美贏了另外 來… 帥哥 很帥 很帥耶 對啊 你看帥哥滿帥的 他的身數 我覺得你老婆很漂亮 結果你男生也滿帥的 拉起來很好 對啊 是 您剛剛老婆講的話 您都有聽進去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 盡量 如果有改善 不要說全然做到的 有改善就不錯了 來… 一通電話講十分鐘有點困難 好歹也從兩分鐘開始加碼 這個該講的 結婚前都差不多講完 電話講十分鐘是有點 那打給他是可以的 你現在一天有打幾支電話給他 來…你聽我尿尿聲音嗎 那我請問一下 這樣 他的心聲你聽到的 我們老婆要聽聽先生的心聲 我剛剛有問過乃星國倫 是 廖老師的 我們也給你一個條件 你要 需要立什麼 如果你要老婆做到哪一樣 因為他結婚之前 他是非常愛乾淨 他甚至頭髮掉了 他都會拿那個滾輪那個 把它連起來 OK 我現在 那個房間真的是 我只要找不到東西 在他的衣服堆下找就找得到 我找不到掃機 找不到任何皮包 找到他的衣服堆 因為我們每次 他每次早上出門 他換衣服 他衣櫃的衣服要換一輪 然後換到他滿意他才出去 他換過的衣服 他就給他隨便堆著 那誰跌的 那我們後…當然他跌的 那就要把他跌起來 然後我們有一個協議就是 我們結婚後 然後這個我一個禮拜 要做一次架式 瓜哥那個真的不是一件 一件簡單的工程 不是人做的 那你選哪一天 我 因為這個要看心理的準備 我需要一點心理建設 然後我覺得 那你家事範圍是什麼 就是把所有的 打掃 對 打掃 然後呢 要不要疊衣服 要… 要不要燒飯 燒飯不一樣 那只是清洗這樣 對… 所有的東西 這樣你是不是受不了 瓜哥真的 不簡單 你家事有250瓶嗎 不是 累積了一個禮拜 真的不久 柏雯老師 柏雯老師 你不用太高興 以後就知道了 你看你多幸福 今天來… 家事都是我在做 今天請你來是震撼教育的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一個禮拜你要做一天 我做一天 但是你們家 總共也只有那一天 在做家事 對 所以老婆把所有的家事 累積一個禮拜都讓你做 對 沒錯 你看你命多 你要說什麼… 因為我們的協議真的 的確 每一個禮拜打掃一次 所以你有協議嗎 有… 但是平常都不打掃嗎 他真的絕對不會 他說時間還沒到了 就不會 他說你打掃一下 那個家裡很不乾淨 他說時間還沒到啦 到一個禮拜 他說一個禮拜 不是這樣子… 我打掃 譬如說我今天打掃完 我明天的狀況 就跟前天是一樣的 明天馬上恢復了 都是他的功勞嗎 對 都是他的功勞 你們家裡真的很髒亂 不用記得走 沒關係 一個好的表演者 應該會問主持人說 那你有沒有婚前契約要打 你懂我意思嗎 好 來 好 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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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有一樣 希望 那很難吧 從以前又一直抱怨到現在 不是同一個人都會抱怨 太猛了 是嗎 對啊 你一個禮拜七天 你是不是有七天都在工作 沒有…我一個月有兩天休息 所以說這個… 可是我跟他講 每個人自己快樂 身體保重就好了 對不對 但每個人都會抱怨 那你有什麼時間跟對方相處 每天晚上相處 下班之後 我們像公務員一樣 像今天錄完影 就六點回去吃晚飯 OK 我是像公務員 我不是拍戲 我拍到半夜深更半夜 雖然我每天是 差不多早上出門 可是我都到七點一定會回家 而且其實也很安全 因為也都不用盯著 因為你所有的工作 都是排行程度的 是 拍在哪裡 只要電視有如期播 你哪裡都跑不了 沒有 我知道另外一半想法 是怕你身體搞壞 當然 擔心 可是你們知道嗎 我們身為這種公眾人物 如果工作 尤其到這種年齡 危機意識更高 一旦沒有工作之後 我覺得 是不是世界都不要我們了 不可能 瓜哥 你再紅了二十年 覺得OK 您這麼紅 你的唇管這麼多 我覺得你現在說退休 你可以再活一百年 我們做這個節目 哪是為了錢 完全是為了服務奉獻 這裡面笑我們 你笑容最賤 這是什麼笑容 好 謝謝 我先輸 小輸子 好 來 跟大家說再見 你主持人 準時收看WTO 來 請每天晚上準時收看WTO姐妹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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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來訂閱我們 Viewer 更感謝小明山 阿少爺 阿少爺 謝謝 謝謝 按摩